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政府陆续推出多项纾困及振兴方案 现在更宣布组成金融国家队 今晚会主委顾立雄等三大财经首长 率领九大公股行库董座亲上火线 行政院政务委员龚明鑫也向民营银行喊话 金融国家队缺一不可 而针对劳工个人纾困 每人可贷款最高十万元 第一年免息也免收手续费跟查询费 至于小规模营业人 像是小店家摊商等 每人最高可贷五十万元 金融国家队出动对抗疫情冲击 力挺台湾企业 央行总裁加上九大公股行库董座 通通亲上火线说明纾困措施 下雨了我们要一起撑闪 不是把闪收起来 闪收起来大家都得淋雨 民营银行喊话 金融国家队缺一不可 喊话国家队缺一不可 希望创辉煌战机 针对劳工个人纾困贷款 每人最高可贷十万元 第一年免息 手续费等等或是查询费 基本上都有 银行单跟联贞中心自我吸收 小规模营业人这个部分 基本上我们通通把它免除 小规模营业人贷款银行单 免收手续费 联贞中心相关费用仍要付 不过针对月销售额不到二十万 像是小店家夜市摊商等等 以往生贷因为没有财务报表 容易遇到瓶颈二十号起也能用 简易评分表来取代 小额贷款最高五十万元 利率不超过百分之一 你要你提出申请 文件备起之后三个工作天 就可以完成相关的作业 通过七十分以上 就可以快速的审核通过 那么就可以进到拨款的程序 管期内周转 简易申贷即送即保 三天核贷不塞车 预估有四十三万人受惠 开办第一天就破百件 疫情冲击下金融国家队 要当小老板坚强后盾 借全用李米加SNG小组台北报道